在白宫举行的一次特别仪式上 奥巴马总统描述了他的功绩 2012年12月 拜尔斯和海豹突击队战友 在夜色的掩护下 乘直升机空降阿富汗 拯救一名人质 奥巴马说 拜尔斯和海豹队友 进入建筑物之内时 遭遇塔利班看守的抵抗 人质发现他们是美国军人 向他们呼喊 听到英语后 艾德跳到屋子另一边 扑到人质身上 用自己的身体替人质挡子弹 另一名敌人武装分子出现了 艾德继续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人质 同时赤手空拳 把敌人顶在墙上 直到队友采取行动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 短短几分钟内 他对付那些看守 拯救了几名队员和那名人质的生命 奥巴马还描述说 在飞离阿富汗的40分钟期间 身为卫生员的拜尔斯 为一名受伤队友紧急施救 那名海报队员后来伤重身亡 奥巴马说 因为有了拜尔斯这样的战士 听从了国家的召唤 美国人夜里才能够更平安的入睡 被解救的人质 普里迪约瑟夫医生毫发无损 平安与家人团聚 容易寻章 受于那些英勇表现 超越正常职责范围的军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